欢迎订阅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戴萌 简单介绍一下手势跟单曲 How we do it 概念 这一次的 How we do it 它的视觉概念 主要视觉就是那种蛇 然后是大芒蛇的感觉 然后这一次歌词其实我写的 我觉得跟人生选择有关 我觉得是一个我们现在所有的 这个平凡人普通人都会面临的 很多时候都会面临的这个东西 然后为什么会选蛇当这个主题呢 因为这是我的第一只毕业以后的单曲 我就想有一个蜕变的感觉 蛇它就是那种会蜕皮 然后越来越就感觉它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厉害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就选了蛇来当主视觉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非常迷信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蛇忘鸡 我选鸡 那这次的编曲呢也很有英语的感觉 那可以小小的剧透一下 那舞蹈是不是也是性感风 因为我今天刚学了一段舞蹈 我觉得和大家理解的性感风 还是不是很一样吧 其实编舞老师说一开始想要给我编成那种 性感的蛇的感觉 我们马老师说戴蒙它不是性感的蛇 它是那种大芒蛇 确实这也是我的想法 我就是想要做的是那种大芒蛇的感觉 就是有力量感但又很性感 又有野性又有灵性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的那个视觉我拍的封面嘛 我最后选择了那种眼神是 就是造型是那种小蛇的感觉 就是感觉它还小 那小芒蛇还没长大 但是其实我拍了两套 还是有一套比较就比较凶吧 可能是长大以后的状态的那种样子 所以就想表达的 可能就是在团这么多年吧 就是有很多成长有很多蜕变这种感觉 有看到像粉丝征集中文名现在什么进度了呢 这进度一塌糊涂 怎么说呢 就是我的这个名字英文就how we do it 就很高级对吧 然后我的那个ending how we do it 就很性感 结果我的歌我粉丝给我整的那个中文名 这咋整 咱咋整 该咋整 还有什么 自我 真我 就是有一种 那种可以五四青年级演唱的那种感觉 就根正描红 我觉得这可能也跟我这个粉丝饭圈文化有关吧 我们的饭圈文化就是那种金钟报国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大家啊 就是不是我说能不能稍微起点就是 符合整个歌曲调性的 你说我这个音乐是中东trap 你结果出来的是这咋整 东北trap 没必要吧 稍微克制一点好吗 自己的这个 搞笑天赋 搞笑细胞 稍微正经的想一想 嗯 就我也很怕这个活动办了等于白办 结果没有中文名 我也很 有点有点害怕的 看你最近的肚子很明显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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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那个肚子它就长成这个样子 就是我只要一瘦我那个肚子就会有两条线 也不是凡尔赛了 最近也很忙没有时间跑健身房 但是因为我要发单曲我要拍这个MV 我又得减肥和克制一下自己吃东西 所以就是肚子 而且我这个人就是瘦先瘦肚子再瘦脸 最后才是有四肢 就是我肚子本来就瘦 然后一瘦我肚子就会更显 嗯 最多用的就是我跟安娜的表情包 就是我们经常 我经常直播让安娜就抱着它嘛 然后就粉丝会给我剪很多图 然后就配很多神奇的字 就挺好笑的 就会把它收藏了 会想提一个建议 你们可不可以在那个微信里面 把它添加成一个表情包 不要让我存了之后 又发不出来 因为有些网上存的GIF吧 太大了那个微信发不出来 我就很想炫一下 结果我有一天在群里 我就看袁一齐发了一个 她跟她的猫的表情包 我特别想跟她battle 我然后我就想发 我跟安娜的一个动图发不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听取一下我的建议好吗 在那个微信里打个包 让我可以下载 谢谢 不化妆 不化妆 一个人吃火锅 一个人吃火锅 睡觉 嗓门大 睡狐 人间 维纳斯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雅点娜吧 都可以 都可以 还能怎么办呢 你让我怎么办呀 你爬就爬呗 就是但是有一个定律 叫做邪门定律 就是对我不好的都会倒霉 闹钟呀 为了把它关掉 再来是粉丝提问 答应想答人请 即兴一段 夸夸自己或者我们 要喊救咪两次 戴萌真美丽 粉丝想救咪 呃 可是不可以 自己亲自己 宝贝想看你 看我男团舞有机会吗 男团舞啊 经常就是想拍抖音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抖音就是过那个热度了 我就 哎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跟抖音这种舞蹈 热度没有缘分吧 我每次想拍的时候 我在家素颜 我就想说那过两天 等我工作化妆 我就顺便拍 但等我一过两天 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然后最近就是很想拍那个 KICK KICK 那歌叫KICK IT 还叫KICK 就是那个威神的 KICK BAD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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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 就那个 接下来是粉丝彩虹屁时间 Diamond sheep 清脆的柳 哎呦 这个一开头就是老彩虹人了 清脆的柳丝 怎能比基尼的秀发 碧绿涟 怎能比基尼的毛子 有点咽不下去了 有时 有时 我凝视床头你那张预兆 简直觉得整个世界 都永远沉浸在明媚的春光之中 想告诉你 这世间美好仍有许多 朝晨促星的阳光 微风吹起的素衣一角 春天新生的泥土 冬天温暖的被窝 锯着故事的篝火 写满月亮的诗歌 还有你 关于遇见这件事情 每分每秒都在发生 在这庞大的概率里 真的很高兴认识你 谢谢你 你这太有才了 如果是你自己写的的话 就是预兆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美兆是吧 是 你这个预兆 突然让我觉得我自己很赤裸 今天跟豆姐聊天很开心 希望以后还可以继续被豆姐撩 大家拜拜